我们的爱就要棒吧 今年54岁的哈林 近日靠着当大陆选秀节目的评审 走红两岸 自从2009年和易能静离婚后 哈林单身多年 近日被拍到又幸欢了 哈林于晨庆被拍到和民视主播张嘉欣 两人在晚间10点多时 进入东区的工作室 还刻意保持距离一前一后进入大楼 一直到隔天早上 两人一同现身 穿着和昨天一模一样的衣服 主播张嘉欣笑容满面 两人并肩走出大楼 最后由哈林亲自载女生回家 张嘉欣是民视的主播 今年40岁 曾经在瑞士念高中 毕业于英国白金汉大学 担任英语主播多年 专访过不少大明星 从脸书照片 可以看到张嘉欣 也喜欢户外活动和运动 和爱骑车的哈林 经由朋友介绍后 两人一拍即合 你真的要做一个孤老头吗 这也不是我愿意 当然我觉得想一定会想 要忍耐你 常去运动是一定要的 要忍耐 要孝顺 这是一定的 对不对 因为顽童心境很年轻 张嘉欣40岁又爱运动 完全符合哈林的择偶条件 离婚6年来 哈林曾和阿妹 还有女弟子吴莫愁传绯闻 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而哈林的经纪人表示 和张嘉欣是朋友 有新朋友很好 谢谢大家关心 似乎默认了有新的女伴 而前妻依能静 仍在台湾 和老公秦浩及朋友 正享受秋谢大餐 看来分开后的两人 各自都相当幸福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